產後憂鬱症的盛情率大概是10%左右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食慾跟睡眠 可能會出現一些妄想、幻覺 甚至會讓媽媽有比較高的自殺率跟殺陰率 大約有7到8成的產婦 在產後3到5天會出現一些憂鬱情緒 或是焦躁不安 有些人甚至會覺得莫名的就開始流眼淚 或是沒辦法專心 有些人會影響到睡眠的部分 甚至會覺得說自己是不是不夠格當個好媽媽 這些懷疑 但這樣的狀態大概持續一週到兩週就會慢慢的緩解 為什麼會有產後憂鬱症呢? 這可以分三個層面來解釋 在生理層面呢 由於我們產後我們的雌激素和紅體素急劇的下降 還有我們神經傳導物質的下降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起伏 另外生產後的生理不適 像是胯下痛、痔瘡、漏尿等等 也會帶給媽咪很大的壓力 第二個層面呢是心理層面的部分 因為在角色轉換 可能媽媽之前是一個被照顧的角色 那今天當了媽媽之後 就是要一個照顧人的角色 所以對自己可能有一些懷疑 或是還沒有準備好 都可能對媽媽造成心理上的壓力 另外呢就是產後的身形變化 可能會讓媽媽對於產後身體形象的一些改變 沒有辦法適應 這也是會增加媽媽的心理壓力 第三個層面呢是社會層面 你本來是兩個人的夫妻關係 然後加入了寶寶之後 這個家庭就成了在三角關係 那爸爸呢可能也在適應怎麼當一個好爸爸 所以在爸爸角色轉換方面呢 也是要跟媽媽一起努力的 另外就是 家人對於寶寶教養方面呢 可能會有一些意見 人多嘴子啊 可能對於要不要餵母乳啊 要不要吃補品啊 這些都有不同的看法 這些對媽媽們都是一個壓力喔 產後憂鬱症的盛行率大概是10%左右 只是產後婦女呢 在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候 會出現整天情緒低落 我們有辦法開心 對原本喜歡的事情都不感興趣了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食慾跟睡眠 比如說吃不太下東西 或是無法入睡或是早醒 那另外在思考上呢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思考速度 做事情呢會有點猶豫不決 或是呢會覺得思考遲滯的狀況 甚至呢會有一些自殺的想法 就是如果出現有以上的狀況呢 建議要及早就醫 因為如果不及時的治療 這些憂鬱的症狀 可能會持續數個月到一年以上喔 有憂鬱症的媽媽 可能會覺得自己 沒做什麼事情就很容易疲累 做事效率變低 很難做決定 那可能也不想要出去社交 他們其實自己會有這種感覺 會覺得自己跟之前不太一樣了 家人或朋友可能會覺得 憂鬱症的媽媽好像沒什麼精神 也不太喜歡跟人家社交 然後常常就是窩在房間裡面 那也可能就是跟他講話的時候 覺得他心不在焉 那家人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他出現了一些狀況 產後憂鬱症如果沒有即時治療的話 會衍生出其他的精神疾病喔 像是憂鬱的部分 可能會衍生成重度憂鬱症 那在焦慮的部分呢 可能會衍生成焦慮症 那可能會變成大小事情都很擔心 很煩躁不安 另外呢有些媽媽們呢 會衍生出像是強迫症 比如說像是擔心小孩子的健康清潔的部分 所以會一直重複的洗手等等的症狀 另外如果再嚴重一些呢 會出現產後精神病 產後精神病呢就是可能會出現一些 妄想幻覺的部分 那甚至會讓媽媽 有比較高的自殺率跟殺陰率 這是要值得注意的 在產後憂鬱症的部分呢 身心科醫師可以為媽媽們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會跟媽媽們做深度的會談 去了解媽媽們的家庭背景 還有目前的壓力來源 去判斷說她是否罹患了產後憂鬱症 如果確診為產後憂鬱症的話呢 我們會提供媽媽兩種治療的方式做選擇 一個是非藥物治療 一種是藥物治療 當然因為媽媽們可能都有補乳的需要 所以我們會建議從非藥物治療開始 非藥物治療有包括像是心理諮商 去針對媽媽們目前的壓力來源做疏解 另外還有精神營養品的補充 還有最新的微電流刺激 去幫助媽媽緩解她們的憂鬱情緒 另外還有方向療法 也可以幫助媽媽緩解她們的焦慮的部分 那藥物治療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針對媽媽目前的狀況 調整藥物還有積量 藥物治療的部分呢 媽媽們可能會擔心藥物對寶寶帶來的影響 其實不用太擔心 我們在抗焦慮跟抗憂鬱的藥物呢 有些藥物是不會分泌到乳汁中 所以不會影響到寶寶 那當然就是如果像是一些鎮靜藥物 我們會建議先不要服用 因為那可能會使寶寶會有失睡的狀況 面對產後憂鬱症的媽咪 家人的陪伴和傾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自己或是朋友們 有出現產後憂鬱症的症狀 千萬不要遲疑 要找專業的身心科醫師做評估 不要錯過治療的黃金時機 要跟老闆建議一下 我沒得超便宜的 我沒得超便宜的 好 來來來來 我想一下這樣子 我OK 這樣順嗎 手機 肌肉出來了 真的嗎 那爸爸們也正在適應 爸爸是不是有點 好 好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